足弓是塌下去的,所以我的脚尖会是比较朝向外侧了 所以当他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会是这样的姿势 对,所以这样的姿势,其实久了之后 他的大拇指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度 对,所以等于就是这边的活动度就不用了 因为他就可以走路了嘛 所以等于这边都是绑死的,就卡住了 所以你可能就会观察到,他脚趾头怎么这么紧,他勾不起来 对,然后所以变成是,他可能是因为主攻的关系造成他的脚没有这个活动度 对,但反过来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活动度,所以他当然不能这样子走路 那他当然就要这样走路 对,当他这样走路的时候,他的主攻就会塌下去了 就会变得很惨 所以那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没有人知道 好,所以就是要... 两个都要通,我会觉得我两个都会处理 就是我一定会去放松 就是刚刚那个趴着姿势 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这个测完之后,我都会去拉拉他的脚趾头 看他有没有,你看如果把我的大拇指拉起来 我的主攻自然就会撑起来 因为这个的筋膜,我可以把它算是连在一起的嘛 所以当这个脚链,有一个专用名词我就忘记,可能要查一下 这个脚链,这个拉起来之后 他的主攻就自然撑上来 当他的这个活动度不够的时候,他的这个的机制就会变得很差 对,所以变成是我也会去看他的脚趾头的这些活动度 然后,但就像我讲,他不会是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 这都得去加在一起处理,然后可能最后这都是结果,原因在上面 对,然后或者是要讲扯更远一点点 因为他的,他容易代偿的方式就是喜欢用他的小腿去帮忙平衡 可能在走路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他身体紧绷 然后所以这里的核心稳定变得差,所以他脚趾头就全都抓在一起 对,然后全都抓在一起的时候,让他的脚就完全失去活动度 让他变成是在走路的时候,没办法好好地去支撑 对,所以这时候可能源头就要回到,那我们就可能要做一些呼吸核心的稳定 他才有办法,所以要牵很远是可以牵很远 对,所以变成是很复杂,没办法担任说,我们就把脚的活动度拉一拉 然后他的主攻就回来了,对,因为就变成是要观察他在训练过程中 因为我有遇到很多就是他只要单脚站着,他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你反而是要让他,这就变成是有点是每个人带场的方式不一样 那就是要去观察他是不是在用这些带场去帮忙他不上场的事情 对,然后再去找到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他一边穿的东西 绝对 为ə秀 对,нали